周日 皇后区亚裔民主党协会 纽约市居民联盟和美华妇女会等组织 在法拉盛呼吁华裔选民 支持民主党籍退休法官勒沙克 竞选皇后区地区检察官 今年65岁的勒沙克 曾担任皇后区助理检察官 负责谋杀犯罪的起诉 之后又担任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14年 拥有超过40年的司法经验 他的参选主张包括 皇后区内不建新监狱 反对建设游民收容所 反对大麻合法化 严惩入室盗窃和抢劫 加强维护族裔权益 打击校园暴力等 华人支持者表示 勒沙克的司法经验和打击犯罪的严厉态度 是他们支持的原因 因为做这个事情是刑庭案子的主要决定人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大家除了我们吃奶的力量 都要出来支持他 不管你是爱不爱政治投票 投的票是为你自己 为我们社区的安全 另一位热门参选人 皇后区区长凯茨 周日也在法拉盛举行选嫌造势活动 皇后区地区检察官的党内初选 将在6月25日星期二举行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导